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y 就是五月那個May 然後我今天要介紹的是我跟我的partner Natasha 一起創立的一個T-shirt品牌叫BCI Ravens 然後這個品牌就是主要是販賣柬埔寨孤兒園創的T-shirt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這很正的model 她現在也在場 就是我partner Natasha 然後大家這故事 這故事可以從2001年的冬天開始講起 那時候我們25歲 其實我們今年也才26 那25歲的時候呢 我的職業是資訊公司的工程師 然後Natasha她也是財經系畢業的 所以她是股票證券分析師的助理 剛剛有蠻多朋友提到他們是資管系跟財經系的嘛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畢業後想要做什麼 那時候我們兩個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自己有蠻好的職業 至少養得活自己 而且父母也滿意 然後同學也會尊敬 但是呢 總是像那小丸子一樣 她說人生可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不是到了這個年紀就會有這樣的煩惱 也許在座各位可能現在十幾歲就已經有這樣的煩惱 那很好你們比我們早一點開始想這個問題 然後呢 2011年的冬天 我們各自就決定去柬埔寨尋找人生的意義 來一場不一樣的旅行 那我先講我看到的左半邊 可能後面朋友看會有點小 我介紹一下柬埔寨的狀況 她在70年代的時候經過最黑暗的紅色高棉時期 所以有數百萬的人在這個時期上升 就是被屠殺 那數百萬你們可以想像 大概就是台北 台北兩三百萬人口 就這樣子走了 那留下的是難民寡婦跟孤兒 吃不飽飯這是一定的 可是他們連乾淨的水都沒得喝 那些地下水是不適合喝 甚至連種植物 植物也不會活 好 大家不要露出那麼悲傷的表情 拜託 然後呢 右邊這是拿她小孩的經歷 她到了柬埔寨去做國際製工 然後她到了一間孤兒院 叫BCI孤兒院 那這個孤兒院她地處很偏僻 所以其實平常不會有什麼人去經過 更不會有人知道說要對他們伸出援手 沒有什麼管道 然後呢 這個孤兒院裡面有30位小朋友 有最小的大概才四十歲 然後大部分都是十一二歲 你們可以想一下 自己十一二歲的時候在做什麼 然後再對照一下 人家十一二歲的時候可能 他們的願望 就是這張紙上面所寫的 他們只祈求有足夠的米 有鞋子可以穿 然後有肥皂可以用 就是這麼的普通 這麼的微小 而他們孤兒院30個人 一個月的開銷是九百塊美金 換算台幣差不多是兩萬七千塊 兩萬七千塊在台灣 大概是一個人或兩個學生的花費 可是他們是三十人 share這個金額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圖也有點小 我再幫大家放大一下 小丸子要說啦 我們就會開始想 命運究竟為何會這樣安排呢 為什麼這些小朋友他們 到底做錯什麼事 為什麼他們生活好苦 那在台灣的我跟Natasha 或者是各位 覺得為什麼我們又做對了什麼事 為什麼我們生活那麼好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特別快樂啊 有沒有 有人點頭齁 這三張照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出些端倪 就是他們給我們的一些衝擊 就是他們雖然很窮困 但他們每一個孩子都笑得很開心 他們帶給我們不同快 不同的快樂的定義 而且他們小孩子的時候就被灌輸說 以後去飯店啊當服務生 或是以後當導遊 我就算是非常好的職業 然後我跟Natasha呢 回到台灣之後 我們就很不希望 這個旅行只是一個走馬看花的行程 結束之後 很美好 但是回來就沒了 然後繼續做我們的職業 然後繼續想像著未來五年十年 可能還是在一樣的崗位上 但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所以呢 我們在工作數個月之後 就分別的離職了 然後我們 Natasha告訴我一個很好的idea 就是有個小朋友在這個孤兒院裡面 他很喜歡畫畫 然後他畫了一隻兔子 這個兔子呢 對柬埔寨的小朋友來說 就是漂亮又聰明的畫身 我覺得還蠻符合我們兩個的精神啦 所以呢 我們就在想 我們有沒有辦法利用這個idea 去做點事情 幫助這個孤兒院 愛心有可能結合時尚嗎 是不是做公衣 就一定要穿那種比較呆板的T恤 然後可能 參加完活動之後 以後就再也不會拿出來穿了 反而是一種資源的浪費 所以呢 我們希望愛心是可以結合時尚的 那我們想要把它做成T恤 然後呢 是小朋友設計的圖案 然後我們穿在身上 可是我們覺得是很酷的style 穿出去會驕傲的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款 我們把它印成T恤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走的是一個簡約風格 當然後來就是也有花俏風格 這是我本人 看出來嗎 然後我們的模式大概就是 讓小朋友他們自由的畫畫 我們不去限定他們畫什麼 總之他們喜歡畫畫就畫 然後我們會從中挑出 我們覺得不錯的圖案 然後來做成T恤 然後做成T恤之後 就拿來賣錢 然後我們是藉由網路的方式 因為我們也沒有太多的資金 可以去開實體店面 獲得資金呢 就會再回到這個孤兒院 然後讓孤兒院的小朋友 他們至少一個月可以有米吃 有鞋子穿 然後可以活下去 他們繼續畫畫 畫完之後又繼續做T恤 然後又換了錢 然後再回去 就是一直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不希望這只是一個一次性的活動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模式 可以循環的 而且我們希望孩子 他不是只想要以後去飯店當服務生 或是當導遊 作為他們志向 因為他們有可能真的有夢想 那BCI Rabbit這個品牌 希望是他們圓夢的平台 然後呢 當了孤兒院之後 幫了柬埔寨孤兒院 就會有人問我們說 欸你們都幫柬埔寨了 那怎麼不幫一下台灣的 於是呢 我們決定每個月和一個NGO合作 那是台灣的NGO 然後我們的模式是 讓柬埔寨小朋友繼續畫畫 但我們會挑出他們的畫裡面 跟這個NGO是主題是契合的 比如說我們上個月有跟台灣動物協會合作 那因為那邊的狗狗很多都是傷殘或是動手術 所以我們就賣這個T-shirt 然後幫他們籌錢 那這背後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說柬埔寨的小朋友他畫畫 他不只幫到自己喔 他還可以幫助到台灣的NGO 這是我覺得很不容易的 然後第二個力量是說 就算大家不來跟我們買T-shirt好了沒關係 我們在網路上幫他們拍影片 說他們的故事 我們是相輔相成 因為我們讓大家知道台灣有這個NGO 這個NGO也可能幫助我們 讓大家都知道柬埔寨遠處角落 有一個叫做BCI的古兒院 而他們不是要靠別人的同情捐款 是要靠自己的實力來掙錢 雖然距離改變世界還有蠻長的路要走 人生不是那麼簡單 就跟剛剛那張小丸子的圖講一樣 但是我們相信我們兩個女生 應該已經在航向正確軌道上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官網跟臉書的粉絲頁 大家可以上去搜尋一下 現在大概有1000多的粉絲人數 對1000多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聽完我分享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高興 過得很幸福美滿 或者是你跟爺爺一樣 聽得感動都要流淚了 那婚姻你 就是可以來認識我跟Natasha 然後還有我們另外一個新造的夥伴可憑 因為我們其實非常需要 年輕人的一些聲音跟意見 然後也需要一些創業的夥伴 需要威力嗎 呃 他可以 我們可以供他男生的T恤 讓他上半身就是不至於裸露 對 可以走進校園裡啦 對 然後 對 大家歡迎 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分享到這 謝謝大家 謝謝